众汉良的偶像剧情像太过于深入人心 其实李绍红在选角之初 内心是有几分顾虑的 我当然不要有这个担心 我说我们这又打又杀又跑又那折腾 行吗我就觉得 因为偶像片就戏我感觉 就那种戏就比较好演 因为那基本上就一杯咖啡 往那一摆男女坐下来 就开始谈情说爱 也不需要怎么太多的那种 那个身体的那种语言啊什么 只要就是脸部表情非常丰富就行了 可没想到中华良刚刚参与拍摄 就用行动颠覆了李绍红的既定印象 后来发现她身体协调性 还有动作性还超强 这我真的很意外 也是意外 你也有点意外吧 我这么夸人 很少这么夸人的 也是刚好碰到 她里面需要的才能 我刚好有学到 比如说开车啊 然后在水底上面表演 她是潜水员 就是她有潜水资质的 这我都没想到 我都没想到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她做不到的事 中华良也因此被挖出了 宝藏男孩的真面目 经常就是讲我会开船 大家都看她 说你怎么会 然后想说这个电车 电车我会开 你怎么又会 然后最后救人的时候说 你怎么会有潜水资质呢 刚好刚好刚好 没剩几样 没剩几样 主要是那个 在很困难的环境 在 但是最后把车开翻了 这被撞翻的了 撞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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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所有包括翻车 在内的危险镜头 初汉良通通亲自上阵 是为更加完美的配合 导演打造出 一部品质过硬的 情意战争大片 两位主创演希望 通过片中各色小人物的故事 描述一个真实的历史年代 追念先辈 铭记历史 从一个比较软弱了 我觉得比较 可能比较自私 没那么伟大的一个人 然后慢慢慢慢 看到身边的人 解放军 小分队 幸福 各个人 他们的那种舍命 彻夜去 豁出去 就一些不相干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被感动 记者姚薇佳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理由